我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 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去 这一生 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冷天之路 你爱你胸 让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抗皇之路 你爱你胸 请我走着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这是冷天之路 你爱你胸 让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抗皇之路 你爱你胸 请我走着人生路 一手 prom 你守着人生路 谢谢大家请坐 我们都知道 这个邵恩跟Jenny 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 在他们人生的上半场 他们是由这位主带领他们走这条恩典之路 那在接下去的人生里 这个邵恩的生命中就加进来一个人 是我们的Jenny Jenny的生命中也加进来一位我们的邵恩 感谢主他们两个人要一起走这个恩典之路 这是一条充满盼望的路 那我们实在是愿意用这首诗歌来祝福他们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 这一次呢我们请男介的唱第一次 那女介的唱第二次好不好 那我们请男介的先站起来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因我走正一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中为独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听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叫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却因我走正人生路 来第二节我们请礼剑 用生我的主 令我走正一路 高山或低谷 但是祢在保护 万人中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听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请我走正人生路 起来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却因我走正人生路 来福哥再次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奔望之路 你爱你守 却因我走正人生路 我爱你守 却因我走正人生路 有这位主要牵引他们走正人生路 有这位主要牵引他们走正人生路 主的爱主的手要一直带领他们 这个爱的显名就是恩典 我们知道父母的爱儿女 像我们邵恩的父母 还有我们真怡的家人 也都非常爱他们 他们结为一个新的家庭以后 感谢主啊 他们还有主的爱 再继续与他们同在 一同来走这条恩典之路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请邵恩跟真怡来介绍一下 他们有一些的亲友 也来到今天这个剧集里面 我们也来认识他们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请他们来介绍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在我右边的 就是我就一个一个介绍好了 就是 这边是 哦 这边是 婆婆 婆婆 这个是我的婆婆 然后爸爸妈妈和她都认识 然后还有我从加拿大回来的哥哥 还有她女朋友Rachel 还有我的表姐跟表姐夫 还有阿姨 还有九九九九妈 还有我的表弟汉汉 还有阿姨 还有阿姨阿姨 她是在我们家帮忙的 对 然后还有那个海芬姐姐她们一家 然后还有算是我们的介绍人 就是郑光老师 还有郑光老师的师 毕山师母 他们从中立过来 对 对 然后还有我们的邻居 我 我 还有凤庆叔叔 他是我爸爸的同事 我 我想要补充介绍一下那个 我的就是从中立来的 黄正光老师 跟黄碧山 我 师母 对 他们是我 大学的时候 我大三的时候认识神 然后他们带领我去教会 然后牧养我 然后关心我 陪伴我 成长的一对 我很敬重的夫妇 那他们现在是在 源治大学的生命权学生教会 校区教会服侍 那今天很感谢他们可以来 他们就在我族里 像我族里的爸爸跟妈妈一样 我很爱他们 然后 左手边这一位是 我的伴娘 他也是 他目前是 源治生命权校区教会的 全职的同工 对 那今天很高兴 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再来有一位老师 是我 很重要的老师 是我 台湾师范大学 人类发展与家庭系的 黄乃玉老师 他是我研究所的指导教授 那是因为他我才认识 家庭教育領域相关的 知识 那今天也很谢谢他来 那我妈妈 他到了吗 来了来了 妈妈来了 那请大家可以回头跟 后面 两位挥挥手 我也请他们来前面坐这样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早上从中立赶过来 所以就是赶路这样 好 那我先介绍我妈妈 就是左手边这位美女 生了小美女 她是从嘉义过来的 对 那她在我大肆受洗 半年后就跟着我一起受洗 对 然后呢 她目前就是在嘉义新华高中 担任老师 嗯 她今天特地过来 对 好 请坐 那再介绍一位我的干妈 也是刚刚跟 在这里 她是 她也是从嘉义过来的 那 她其实是我妈妈的表妹 但是因为她太爱我了 所以她叫我叫她干妈 那今天她也是就是 就是抱着嫁女儿的心情 就是全程陪伴我 从昨天就上来 那我们全家就上来住这边 然后我们早上在中立有先办过一场 然后现在 然后晚上 到明天她都会陪伴我 对 也是我很爱很敬重的一位长辈 对 谢谢大家 介绍一位胡子妹 她从上海 她这几天刚好过来 对 那时候我们家有接待她 然后 对 感谢主 感谢主啊 有新郎跟新娘的介绍 就知道她们实在是面面俱大 介绍的巨细迷移 所以一介绍完 我们觉得 我们实在都像一家人一样 那我们还要介绍一下 她们都在事务会所聚会 所以还有事务会所的弟兄姊妹 你们一起来挥挥手 让大家认识一下 好 感谢主阿妹 感谢主阿妹 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阿妹 那底下的时间 我们有安排一个 就是让新郎跟新娘 她们说一说彼此认识的过程 因为她们都不说 从头做到尾都是一个奥秘 我们就先把奥秘首先解开 好不好 那我们就请邵恩跟真姨 可以介绍一下 你们整个认识的过程 那我就先开始好了 就是 我跟杰妮是怎么认识的 就是在我念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 因同学的邀约去了 学校正光老师与毕山师母 就是那边第二盘的两位 对 他们家就是有每周一次 让学生可以认识基督教信仰的 一个小组的聚会 然后杰妮呢 她有同样被邀约去参加的小组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在外面聚会啊 外面念书啦 这样子 能够吃到有家的味道食物 就觉得非常温暖 所以那时候 所以才是每个礼拜都会去 对 然后一开始 我跟杰妮彼此都不认识嘛 也不熟 但因着每个礼拜 我们都一同的聚会 一同的带活动 服饰啊 一些打扫等等 然后让彼此 有了更多的一些了解 然后认识了彼此 也开始互相有好感 但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始 所以在询问师母后啊 就是毕三师母后 然后毕三师母就告诉我们 爱情不是只有彼此 不是只是彼此有好感就在一起 乃是要以更成熟的态度 要彼此尾声 然后并且要先祷告寻求神 才能开始交往 因此后来 经过一段时间祷告后 两人都觉得很平安 觉得是出于神 但当然可能也不完全是 不完全也有可能出于自己一些天然 对 所以并且都愿意为对方尾声 对 以婚姻为前提来交往 对 然后在交往的过程中呢 我们因为有共同的信仰 所以不管是哪一方 比较低潮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借由祷告来安慰彼此 使我们重新得利 对 就是还记得以前就是我们 常常每天晚上都讲电话 讲很晚 然后我妈妈 这一位她就觉得 觉得不是滋味 她就 对她就觉得说 我平常都没有跟她讲那么多话 对啊 对啊 虽然我们讲话的时候 讲话的内容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吵架 但是我们也有一部分时间 我们晚上会一起祷告 对 我觉得这个玩岛这个 很好 就是可以让我们真的是 透过 透过这个祷告的方式呢 跟神 跟我们之间 都能够有连结 对 所以 妈妈也不用太在意 对 我也会 会跟你一起 讲电话 祷告 对 在Jennie的身上呢 我看到她就是很追求主啊 因为她从小父亲就不在她身边 所以她 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 会有一位天父 是无条件的爱她 对啊 像我这种从小就活在父母身边的人 就没有办法体会这种感觉 所以我在她身上呢 看到她对主的珍惜 对 另外就是 她 Jennie也是个很敞开的人 就是她是 就是有什么情绪都可以表现出来 就是 不会隐藏在自己里面 这样子 对 然后圣经上说到 我们要回转向阴海 因为清新的人必得见神 所以Jennie Jennie也是个很顺服的人 因为像她嫁来我们家 基本上她就是放弃她原本的生活圈 她原本不住台北 她是住中立嘛 对 然后她也是 她是家义人 对 所以她基本上她 北部她是比较不熟悉的 所以她放弃那边的工作 以及原本她是在中立那边聚会 就是 是 对 跟我们会所 其实聚会的形式有一些不同 所以她就是 所以她就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适应期 因此她说她自己是连根被拔除 这样子 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很荣幸 取到这样一位姐妹 对 然后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彼此的祝福 也能够成为对教会的祝福 对 对 我的部分 认识的过程会有点重复 但是那个内心系的部分会多一点 对 因为她是讲事实的部分 我是讲心情的部分 对 然后我就开始了 好 就是在遇见她之前 我不太相信爱情长跑这样的事 会发生在我身上 因为我不了解 我就当一对恋人的优点跟缺点 都一亲二处之下 要如何继续爱着对方 那我也不相信会有一个人 在认识我的缺点后 会仍然选择爱我一辈子 可是神真的让这个人出现了 她就是邵恩 对 然后认识神之后 我渐渐了解 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怀疑 是来自我的家庭背景 因为我的父亲 在我年幼的时候 就选择离开我们 那此后我的潜意识里面 就认为爱是有时效的 就可能昨天还爱你 今天就不爱你 那也是有条件的 就是 当你一先满足我的条件不在 我也不会爱你 不知不觉中 自己也好像变成 这种依心情跟条件 现在爱人的人 在大二那一年 就是在爱情啊 人际课业都遇到挫折 按照我的错误逻辑 我就把一切都解释成 是我条件不够好 就是我只要我的外表好 功课好 人好 别人就会爱我 朋友就会靠近我 的确 这有了转机 就是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但是我心底非常的累 因为依靠这些条件 而成功的我 反而更没有自行 我不相信 当我只是单纯的做我 不再包装的时候 还会有谁爱我 在大二下的时候 我就修了一门课 叫做基督教 基督教概论 对 那在这个通事课程中 也听见有关神的爱的教导 很奇妙的是 就是一开始 我是很不感兴趣 而且态度也很松散 但是却 那个时候开始就对 认识神的人 有一种羡慕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的笑容很真诚 而且是由心发出的 我也好渴望拥有 后来就是毕山师母 就是坐在那边的那一位 就开始邀请我 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少恩 他就开始邀请我参加 每周一次的课后小组 从祷告开始唱诗歌 读圣经 一点一点开始认识神 我那时候才明白世界上 真的有一种爱 叫做神的爱 他是超越时间条件和所有的一切 让我可以完全做真实的自己 让我不用再用外面的条件 为自己答分数 并将自信建立在这些分数上 在天父的眼中 党真仪之所以宝贵 有价值的理由 就只是因为 他是党真仪 明白这一切后 我心里感到非常的自由 那也在参加小组后 我开始跟神祷告说 我希望我未来的对象 也是一位相信神的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 告诉我 你到底爱的谁 我们就可以一起祷告 一起享受相信神的平安跟喜乐 对 然后一起学习用神的爱爱对方 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到邵恩 是因为他总是在小组中 总是很安静很腼腆 而且有几次我偷看他 他竟然也在看我 然后就让我的心多跳了几下 然后我觉得有点不安 然后觉得聚会都不专心 然后我就把这个感觉就是 告诉他本人 以及告诉我的那个毕山师母 那我想确认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请师母帮我打探一下 那后来打探后就发现 邵恩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心情 那时候很意外也很高兴 可是我决定要把这份感情的主权 交给神 好好的祷告 我是被他帅气的外表吸引 还是真的预备好自己谈一场认真 然后以结婚为前提的恋爱 于是我们在互相知道彼此心意的情况下 祷告了三个月 那段时间其实不好熬 因为很想念他 可是神也在那段时间赐给我平安跟盼望 我向神求我要经营一段成熟和以前不一样的感情 那神也不断使我心里有力量 在三个月之后我们又跟师母吃饭 然后发现彼此还是非常喜欢对方 于是在师母的祝福之下呢 我们就开心的展开了交往 然后有了这次的经验 我会建议彼此欣赏的弟兄姐妹 可以hold个三个月彼此的冷静思考 因为事实证明 只要你们真心的彼此欣赏 那个感觉是不会被冲淡 那我们总共交往了五年 那是一个奇幻的旅程 主要是有神在我们中间 使这段感情变得跟过去很不一样 我们为彼此定了一些界限 好让这段关系比较单纯 也约好每晚一起为对方加仁和对方祷告 对我要见证的是 我不是在守一些规条 而是凭着单纯的信心 选择相信神的教导 然后这个过程是充满盼望和惊喜的 比如说我对爱的感觉就变得很敏锐 就是只要邵恩一个眼神或牵我的手 我就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爱 这跟过往恋爱的经验很不一样 那过程中我也越来越爱邵恩 也发自内心欣赏他 不随着自己的感觉 而选择讨生喜悦的方式和我互动 那我感受到他不是只是爱我的外在 而是爱我欣赏我里面那个人 而且不只是爱 就是只是爱而已 他也选择包容接纳我许多不成熟的地方 那我真的被深深感动 也更多求神让我用成熟的爱对待他 我们就这样陪伴彼此走了五年 这是一段甜美又常哭泣要学功课的恋爱 我要感谢神让我遇见邵恩 从他的身上他对我的态度 以及他家人对我的爱 甚至让我小时候某些被父亲遗弃的伤害被填满 抑制 我要见证我所倚靠所相信的神是信使的神 他不是拿了一堆禁令捆绑人 而是在每个爱的教导下都设下祝福 我们尝到稻吃甘蔗的幸福 今天起是我的新阶段 我会继续信靠神 让他带领魔朔我成为一位 淘汰喜悦的妻子和媳妇 也愿今天在场我最亲爱的家人朋友 都一起来认识这位带领我们走过高山低谷 进入迦南美帝的主 谢谢 这位新人的见证实在 让我们再感受到实在满了恩典 那就像诗歌里面所说的 这是永远不变的应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刚子妹也提到说 任何东西都是有保存极限的 但是只有主的爱是到永远的 感谢主 那我们接着再唱一次这一首诗歌 我们就能够更进入他们整个交往的过程里面 就唱一次就好 接着呢 在服事的过程里面 他们有服事青少年 有青少年的配搭 还有他们所服事青少年 也要起来为他们做见证 还有 召会里面的弟兄姊妹 也可以起来为他们做见证 好不好 唱完诗歌以后 好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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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请引我走这人深入